欢迎各位观众再次收看我们的东周投资会 今天我们继续有国人融证券的投资经理方泽翘 Kelvin和我们识悉大使的走势和解答观众的问题 Kelvin我们首先讲一下大使 我记得上星期三跟你谈的时候 就是刚刚好恒指开始疯狂上升 一个星期升了差不多4000点 你觉得升势是不是完呢还是可以继续呢 看回大使之前来说是18200点升上来 由这些低位五年半的新低劳动升至4200点 最高的其实今天去过22400点左右 高位有获利回吐 其实现在那条10天移动平均市已经暂时来说都叫做升穿了 在大概21000点 21000点那个位置 大概那个位置就已经升穿了 所以说其实暂时在港股脱离一个危险的区位 应该是 港股就不会 除非有什么风瓜豆腐 如果不是港股就不会再跌穿之前的 15200点这个位置了 但是其实现在去到20天移动平均线之上 20天移动平均线就是21400点左右 现在位置其实呢 那个支潮其实是20天移动平均线左右的 但是你说会不会上网一些比较高的位置呢 我觉得暂时来说呢 港股来说呢 都未必会了 在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大家怎样都要 真是吃一吃 不吃一走人 因为港股其实呢 之前在列口低开呢 其实离口了多少 大概22400点 这个位置在列口低开了之后呢 其实呢 都已经 一直下滑了18200 那今天呢 其实阻力位就是22400点这个位置 那今天都升穿这个位置 最出了一支 几不几差的 一支针的 就是这样的技术的一些指标出来 既然大家呢 在明天来说 就是就算升跌也好 都应该继续去找走人 找走货先 因为港股其实 大大说都升了4000点的了 那是有些超买的一个情况 RSI其实呢 由差不多 就是20的 现在升回到50的正常的区域 我觉得港股怎样都会回一回 回到千多点其实都是正常的 所以呢 大家应该趁机会 就应该找走货 去减一减持手上的股票 是的 就趁机减一减持 最大的影响 可能就是腾讯 那腾讯就刚刚出了一个业绩了 那看一条数 它按月 那个 就是第四季 同比好像都 跌了两成多 就是 腾讯这条数 你觉得怎样呢 是比预期差 还是比预期呢 其实一定是比预期 其实预期呢 大家都在想着 跟去年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呢 看到呢 其实呢 腾讯公布的业绩呢 其实呢 营收呢 虽然增长是8% 在Q4那里 但是呢 经调整的利用呢 其实呢 只不过呢 不过呢 下降了25% 对啊 虽然对来说呢 我觉得呢 这条数据呢 比较差一点 而且你看到整个股市呢 都有一点 就是有点 虚惑的 其实呢 都没什么大的消息 主要 炒作呢 其实这段时间 都是炒作一些的 就是绝地反弹啊 低位反弹啊 这样的消息来的 美股啊 就算 但是 港股 上大陆呢 其实美股呢 都不是说 很动的 所以来说呢 我觉得呢 现在呢 暂时来说呢 港股呢 有很大机会呢 都要受到一定的 沽压 无论沽默还是怎么样 如果跌得不多 三百多点 我也觉得 大家应该继续走人 其实呢 就算是三百多点 如果低位买 万九 甚至二万点 这些 就是买 其实呢 都现在有一个 很可观的一个利益 那无论现在呢 再跟他去 去博杀 我觉得啊 腾讯呢 其实出了业绩 都不会 未必是沽一天的了 可能这些大孔也都会 射势 调低了他的平级 或者他的 目标价 其实呢 都对他们之后 前景都有影响的 因为腾讯 是这么多年来说 就是整整十几年来说 都有一个正的 回报在 增速也是 有二十几个百分 今次跌二十几个百分 我觉得 业绩真的加不了功课的了 还有呢 现在内地那方面呢 对监管的 情况呢 都会持续的 那可能对他们 无论是那个 货币上面 或者是那个 他们的游戏 批号上面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所以 我就觉得 腾讯暂时来说呢 店链讯 哪些才可以 在中场战 去持有了 那我也有货的 那我都可能呢 近期呢 我在业绩前呢 其实已经减持了 大概四百元这些位置 都要减持 是 其实 说真的 他有多少钱升上来 由三百元升上来 三百元真是值得买的 很好实说 说的是十三倍的市盈率 不过现在你想想 如果他 现在是倒退了两成的话 就是 选回 就是 当时 是一倍了 是的 现在他升上三成 我想大概是十四倍左右 但是一只 股票现在是一个 倒退的阶段 可能呢 大家呢 再重新计一计数 那么很多人呢 我觉得都会 买了去先 先行 获利了之后呢 然后才再 步出下一步计划 是怎样的 那么 观估论是怎样的 大家应该先走货 是的 譬如是 腾讯 你觉得他跌到去什么位置 那你又可以 可以再罵一罵他呢 暂时来说呢 如果这么差的业绩 有机会呢 去了三百五啊 三百四 我觉得都不出奇的 如果一个股市去调整 的一个比较深度 就是不要说深度啦 一千点好吗 那一千点 大概 都有 5个百分比 那腾讯跌了10个百分比 是非常 正常的 再加上业绩又不是太过标证 它不标证已经是 我觉得已经是 月期之内了 但是跌了 25% 我觉得就真的 比较差一点 所以呢 我就认为 股市呢 一定会有一些下调的 空间在 所以大家不要急于入货 如果入货区域呢 我建议 都应该摆住 看看第一步啦 第一步应该是最保守估计啦 10千先 最保守估计应该是 20千要平均线啦 20千 20千先 大概20千 大概21,300 21,400左右啦 如果进一步啦 如果说 第一步就是这步啦 第二步就是那条 10千要平均线啦 20,000 800点其实都不出奇啦 反正你升上去4000点 你还分 两千多人 千多人 都是正常啦 所以我觉得港股呢 是回调 也是一个预期之内啦 所以大家呢 都应该 早 减持手上的估计啦 对啦 我们看到 两万 两万点的卫视左右啦 都有个裂口的 看看可不可以趁机 补回裂口 好了 Kevin 另外除了腾讯之外呢 近期就是9988 又是反弹得很厉害啦 又说要250 美元的回购啦 又成啦 今天正经升穿了 50千线啦 那这一只又拼不拼得过呢 还是 都是要回调啦 9988呢 我觉得呢 他升势 虽然 最近都是 挺凌厉啦 不过他的大关在哪里 他大关呢 在那个 140元左右的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之前那个裂口 很高的一个位置 他的下一步呢 应该进一步呢 可能会逼近 100天然平均线 122元 假设啦 股市继续做好 那么预计 其实股市 我也觉得会回调 所以这个位置 我在我心目中 就未必会到达的 终极一个阻力的位置 一定是140元 因为说的是 11月 初 11月中的时候 回调下来 刚刚呢 这个就是 很低开的位置 139元这个位置 是 所以多次曾经 尝试这个位置 都无功而患 那么最近煤导当然 对它的股价呢 一定有一定的提振作用 但是 其实呢 对它们的基本因素 仍然大家 都是没什么大的改变 都是增幅 都放慢了很多 其实最近呢 大家留意一下 一些网购的 一些公司 不单止只是 9988 就不算是 京东 这些之前 比较 增值的 弱化的 是啊 那份业绩 都不是帅 帅 9988 9668 其实 京东 看到它的股价 其实呢 曾经跌穿200元 这些位置 它出了业绩之后呢 其实呢 又差不多 200 就是好像这个位置 240元 就满到下去 我记得那天 就满到200元 那是最近的股市回升 那它才慢慢 就上回去 所以大家 最近来说 我都觉得 对这些 电商 这些公司 真的要有 戒心的了 那跟以前的增速 一旦 这样 赶上去 那不是呢 星期五呢 一直 都会有 美联的 一个业绩 那预期呢 都不会好得去哪里了 老实说 因为 市场都这么差了 那它都不可以 独善其身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拼多多 其实它增速呢 就是这么多年里面 是最差的一年 那没办法 你整个市场 其实已经 那个饱和程度是高了 而且竞争亦都大了 大家都是在 烧钱 在那个社区 团购那里 那大家都是在这个位置那里 所以呢 我就觉得 现在的 电商呢 大家真的要再 想一想 是不是 是 在今年来说呢 是不是一个 一个 投资的一个 的指标 因为之前 如果 我记得 我比较喜欢 美联 京东 京东 但是呢 它出了业绩那么差之外 预计呢 未来今年来说呢 其实都会 继续差 而且拼多多东西出了 它的联绩日子都是差 所以呢 其实呢 在电商呢 即是未必是它个别的公司的 因素影响 可能在大环境影响之下呢 其实对于这个电商的影响呢 其实都比较大的 可能在那个 新冠肺炎啊 甚至是那个饱和程度 已经做到 没得可做了 所以呢 其实它们的增速呢 真的比较差 那其实这些电商又 又赚不到钱 是不是 增速又 如果有慢的话呢 这些大行的 估值啊 还有它们的目标价呢 一定会下调的 那么大家都要 就是 考虑一下呢 如果有手上呢 有大量的 这些 就是科技股 龙头呢 大家都可以 其实我也觉得 就是逐步可以去 减磅 就是有这些 就减磅先 趁这个反弹浪 我们见到 阿里巴巴都是的 就是中央又不让它乱投资 拿着这些钱 又不知道做什么好 唯有回购 顶着股价先 增速又慢了 另一间就说回购 成100亿回购 小米 100亿来 今天呢 都升了4个percent 那小米 你又觉得 可不可以去 想一下它呢 在有回购 今天呢 其实升得挺不重的 我也有考虑 今天呢 看到它升得不错又大成交 有没有要 冲破条50天移动平均线呢 但是一想一想 它就倒下来 所以 S还没按制 已经倒下来 其实你见到 小米 其实它那个业绩 是不差的 但是呢 它那个 它那个 今年的目标呢 其实 手机出货量呢 我预期呢 都没有 好像是 他们的 2亿的数量 其实未必 到达到这个数字 因为说 全球的需求呢 手机呢 都会 下下下 放缓啦 我觉得呢 小米呢 其实呢 那个 业绩呢 是搞懂功课 但是呢 其实呢 第一 它那个股价呢 其实一直滑下来 那已经呢 由SARS 你想想一下 由20% 一直滑下来 有些人止蝕 有些人就不止蝕 那么呢 代表什么呢 代表很多人呢 在这些蟹货区 那其实呢 这一整年来说 都是迟早这个情况的 所以呢 要上破一些 就算去17元 不要说高 15元 这些位置 其实都一定困难 因为呢 有一堆蟹货 是反反复复的 下跌的 你看看这个股价图 它不是直接下跌的 那就是代表 引了一群人呢 一些散户 就是每一上去一次 又坐一群 每上一次又 就是很多明星股 就是这样的了 虽然它们股价下跌 都一直 都会有一群的支持者 在这 所以 这样跌下来 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不止蝕的情况之下呢 一直 一路 继续 又继续大盒的情况之下呢 那股价一路下去 那他们就无心恋事 一路等了 等到什么时候呢 可能去 近了自己的股价 那他就沽售了 所以令到 沽售的压力 就会呈 呈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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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算他去回了 50天移用平均市 也是困难的 50天移用平均市 大概 就在 15.8 左右的 看回其实 为什么50天移用平均市 这么大阻力 那因为 其实 他由差不多 7月 去年 去年7月一直跌下来 都没什么碰过 对 都是被压住的 对啊 好像你这么说 每一次 一碰到少少 都要走近一点 就回落了 所以呢 其实 这个弱势 仍然 都未曾 去改变的 我觉得 小米 始终 只是看字 或者买一下 酒机 就算了 连起来 手机 就连起来 我觉得 小米 是一个 中长线的 投资 目标 除非 他站在50天移用平均线 之上 你先去考虑 一个小注的 吸纳 预计 它上升的空间 不会太大 因为50天移用平均线 上完 接着就到了100天的了 就是15.7 又是一个大关 除非股市 上升到30,000点 如果他说 上升到20元以上 其实它也很大困难 是 你也说 要减一减 先 反过来 反过来 可不可以 想一下 反向ETF 比如科子的反向ETF 可不可以想一下 其实都可以考虑 做一些对冲 之前 我曾经 进入过这些股票 做对冲 记住 我觉得这些 类型的股票 大家不要打算 用来炒 因为始终 他们的波动性 比较大 如果你们手上 有一堆 例如 科技股 但又不想 沽售 可以用这一类型的 对冲 对冲一下 对冲一下 其实是两倍 7500 这些股票 可能是两倍 两倍 左右的一个杠杆 所以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稳固 如果不是 就用期指来对冲 我觉得 相对来说 我觉得 7500 这些股票 其实 对冲 都对冲到的 而且 都不会很洩 价 所以 这类型的股票 大家真的可以考虑 因为在这麽波动的市 上到这麽高的位置 又不想沽售 我觉得 这个 可以对冲一下 对了 就可以对冲一下 他自己手上的股票 而且你看到 其实 科技也不是真的 认真是很稳的 一只股票 所以我觉得 可以真的用一些科技 一些的 这类型的ETF 可以考虑一下 752 7500 一个恒生科指 反向ETF 一个恒生指数 反向ETF 这些就可以考虑一下 有观众想问一下 想问一下 金矿股 想问一下 招金 因为出了业职 就一般的招金 因为去年 就说他减产了很多 因为矿场 没得做着 但除了金价升 他占不到很多 但是想问一下 这一年 他会不会好一点呢 除了他的矿场 重新开 金价升了 其实他们的业职 就好像你这麽说 就一般的 看见到 他业职 顺利 就 九成 几万 跌了九成七 那今天的股价 也不是很跌的 其实都是跌了 大概 1% 1% 大家都预期 其实他的业职 都不会好到哪里了 但是 你看到 今年 即是 那个金价 虽然你看到 最近来说 金价升了 但是是不是持续 我觉得未必 打仗也不会打成年 是不是 也不会打成年 死了 死了多少人 所以来说 短期性 一个令到金价上回来 1900几 这样 对他们的业职 就真的要抵 他们的基本因素 他要上回来 你看一下 其实 很多 资源股 其实 业职 上年来说 都非常之好的 是 200 甚至是 江西铜 其实他的业职 都发营起 那么多 那么多的 一些资源股 其实都发营起 或者一些 那么好的价钱 但是你的招金反而 跌成97%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中长性投资的 考虑 的 价值在 我觉得未必是 反而你试试考虑下次 299 紫金 我觉得 那紫金始终呢 他的质量 会好是招金的 那么如果买的话呢 我反而 会考虑 这一只紫金 好了 那就是买金矿股 要不就 你想赌金价 可以买金的ETF 如果不是 只是紫金 都可以去 想一下他 好了 Karen 因为问 今天 升得比较 强的 微猛 今天升了16% 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像没什么原因 他升了16% 又大成家 衝了上去 追不追得过呢 这只 看回图 现在暂时 挖着50%移动平均线 平均线 今天真的 挺大的成交 他也是近期 一个比较大的 成交 相比之下 其实之前来说 可能是18,200 那时 通常那一刻 就曾经 差不多的一个 成交量 那今天 成交也 挺不错 看回股价 现在暂时 这只 就是在做 五个二号八 是的 五个二号八 升了16% 是啊 你见到其实我觉得 其实他炒什么炒到业绩的 三天之后就有业绩了 公布了 但是 小心一点 我都在说 腾讯 因为其实 他的 主要都是靠 腾讯 这一类型的公司 如果腾讯不行 他的股价也未必可以 因为他的业务 虽然是 依赖腾讯 但是 都分开的 老实说 因为是占 他很少的部分 是腾讯 是那些 小程式 这样的 工序 所以来说 微敏相对来说 他的业绩 对于 腾讯 依赖度 是高 但是 占他很少部分的 业绩 所以如果看的话 要看小一点 看回他的股价 现在暂时 在做 5.27 左右 其实 刚才也这么说 这只已经升到 20天 平均线 大概 4.48 左右 一直 50天 二动平均线 5.7 这些位置 但是这只 大家都要留意 大家都要知道 他是由多少钱 跌下来 又有三十几 跌下来 这只又是 其实 我不太喜欢这类的股票 就是为什么 股价是很大的 现在是 他由低位 两个百升上来 现在是5个多 也是升得一倍 当然 如果是低位买下去 就很和味 但是你永远要这么买 你死了很多次 为什么 你永远要低位 这只 全微全低 就算说之前 都是5个多 你刚才 刚刚刚刚刚刚刚升 那时 2020年 升势 那时 都是4个多 5元 他 曾经 你打算 最多跌到5元 怎么知道跌到5元 就跌到2.8 是不是 你跌了一半 你站不站 你肯定会 斩的 现在就升上去 所以来说 这一辆股票 估额 在那个 2021年开始 由33 到来 剩下2.8 那个估额是非常非常之大 随时 真的比 小米 因为 他说的是 没了多少 没了90多个百分 是 所以 好像刚才我的理论 那些人 马下又溝下 马下又溝下 越买越低 越低越不理 就放在这里 可能 那些人 那些蟹货 可能10元 其实这一堆都很多 因为那7月 7月去到差不多 就是7月去到10月左右 其实还行了一段时间 那别人 我都想 这些不是圆形底 不是 咬上去 上去 16 7元 是不是 那些人在这里 又存了一堆蟹货 所以这个位置之下 其实又是有一堆蟹货 大概10元左右 11元左右 当然了 现在 只有5个多 那些人就 死也不买 是 死了 去到什么 7元 8元 其实已经有过 很大的沽上压力 所以我认为 明文 都是适合短炒 几日货 吃完就立即走 孙琦 不打算 跟他拼命 拼上11元 这些 就好好不理智 我觉得 明文只适合短炒 拼反弹 就不适合中长线 中长线的话 我想你要选择其他股票 我真是明文 短炒就算了 升了一点 吃了好酒 另外 有观众想问一下 3号 煤气 就惨了 这支煤气 不太红股 不再发红股 两天 连续都两天 都很伤效 想问一下 9.59这些位置 煤气 还能买得过呢 就是收息来说 这就是煤气大爆炸 叫做我们的市场 其实大家知道 派红股的 理论是什么 其实都是自身的股 钱也好 股也好 派出来 分拆出来 但是你看到这两天 股货是非常沉重 每一天 每一天都差不多是日落去收 就算今天来说 少点 9.59 其实都接近日落 9.59 所以我觉得这支煤气 其实有机会 你看到这两天 很多大户 是走火的 买油的全部都是 散户 你留意一下 是小一些 证券行 他们的持货能力也不强 还有 我看到一些大一些 的证券行 他还有迟了很大力 例如1% 2%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 沽清那些货 才完 他手上还有 几成亿货 你想想 如果沽清这些货 就有10亿 钱 今天 他的成交量 都是 11亿左右 是不是 所以如果他分批 出发 其实 还有一定的 沽受压力 在 我个人认为 这个 9.58 就未必是 看到底 有机会 真的 再 9.2 9.3 都不出奇 所以建议大家 这个都 先看定 一点 虽然我觉得 他今次的反应 是大了一点 但是 这些 大户 即是那些基金 这样出货 对他们 还有一定压力 但是我觉得 中央市都会 升上去 但是 大家无谓跟大户在那里博 别人在那里沽货 你就在那里接货 是不是 你就中正人家的圈套 而且你看到 今早做的沽受压力 是非常之大的 其实现在去到 就算 你见到 9.58 大家可以看一下 据那个 倉位 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永远看到 他的摆盘 他 那个 人数是多 就是买盘人数多 但是钱是少的 就是散户买 是的 沽售的人是少 但是 钱是多的 你看到很明显 什么情况才会这样出现 就是 就像你这样说 就是散户 接货 人数小 是不是 就等着 马蟻生死仗 谁知道 人家一个人踩死他 就可以 所以大家 买这只 千万捂着马蟻 跟他们拼命 等他跌定了之后 你才去考虑 别想着 一来跌3-4% 就去撩底 我觉得就不太理智了 好了 这只就先等下 先等下设定了 都有一些大户 可能都要先沽了 根据时间关系 我们再回答一条问题 5号仔 汇丰 那些观众就说 即将来加息 有没有机会 这只都会受惠一下呢 现在这些位 汇丰 其实汇丰 甚至是渣打 我觉得仍然 都是挺可取的 如果中长线来说 我真的 仓里面 怎么都 把银行股 就是一些外资的银行股 就不要 那些中资 中资对受惠程度 就不是很高 你看到汇丰最近 有展开了 升浪 由 46元左右 上到 接近 现在是53.1毫半 我觉得你都可以 部署在50元 51元 这些位置 可以分段 去吸纳自己的股票 就像你这么说 之后 会惨个加息 今年也会有七次 即六七次的加息 明年也会有四次 现在都是开头来的 如果港股 持续会反向上的话 我觉得 银行股 都有机会 再度炒上去 所以 大家都要留意着 本地的一些银行股 我觉得 汇丰 和银行股 他们对 汇率的敏感度 是比较高一点 大家都可以考虑这两个 今年可能的主题 变成了炒旧经济 新经济 可能就要先看 先看 刚才说过 不行的 好了 Kelvin 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 很感谢你 跟我们分析了 大使的手势 和解答观众的问题 下星期三 跟Kelvin继续谈 Kelvin 我们跟观众再见 拜拜 谢谢